当然来关注呢 在屏东县长选举结束已经一个半月 但是在屏东县的投开票争议到现在 还是有待司法的审理 国民党的屏东县长候选苏清泉 北上庄党部召开记者会 要求司法要还给他一个真相 同时喊话 屏东县长选举过程不是瑕疵 而是违法 如果不把行为匡正的话 2024大选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屏东县这一次的选举 县长选举 五合一选举 是我看过最荒唐的 所有你一辈子看得到在选举过程中 会躁闭会违法的事情 这一次屏东县全部都有 这真的是毁以所思 我们屏东县的开法居然可以 用一张一张用丢的 然后你们都以为 只有一个选举194投票所 不对 到处都这样做 到处都是这样做 所以 你一个人 有领两张票的 有一个投票所进去的人跟开销牌票是不一样的 有人出去又回来投的 诸如此类我们都有证人 你是觉得怎么选举会选到这样 那如果没有把这个乱象 这个维划 这个不是瑕疵 我们中选会说这个是小瑕疵 再来说这个是瑕疵要处划 那个不是瑕疵 那个不是瑕疵 那是维划 那个是维划 那里面问题一大堆 如果没有把他喝止 他2024我们立委选举 我们总统选举 他还是这样干 他们长期的就是这样在干 牺牲输心血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可长可久 台湾民主要走下去的 一定要把他架构起来 那些建制起来 好 资深梅田周玉寇呢 在九合一的选举节目当中 在电视台节目上讨论 清华非文案跟蒋校园家族争议议 那么现在节目挨罚300万 好 在这个部分 7案处罚 罚金300万 因为讨论到精华非文案 还有蒋校园家族争议 违反了事实查证原则 损害了公共利益 因此呢还有妨碍公序两组 在节目当中还公开了特定人的个资 所以在这个部分 NCC呢已经是开罚了 表示7案要来处罚 加缓300万元 那么还有同时 明社董长王明玉也是 挨罚20万 现在也是创下电视新闻史的记录 好 连带也要被罚 那我们可以看到周玉寇人在哪里呢 他可以看到 他说周末前后去趟旧金山跟洛杉矶 好 现在呢人不在台湾 网友说是去逍遥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王红卫也说了 这是个词来正义 二职的媒体人应该被退出 大家记得NCC过去针对中天 开罚累计300万 那么后续其实NCC都是连败 七连败 但是也导致撤召关台 现在明是光是一个节目 一个节目就罚了300 那么是不是要用一样的标准来处理呢 而台湾学院的徐晓鑫 在脸书上直接留言 就说 啊 这是我检举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回 周玉寇是不是呢 要说要开始感谢归政 不要再带坏了社会的风气 不過王红卫呢也说 现在这样的说法真的是 为时已晚 周玉寇他的节目 因为他事实上被检举的案子非常多 那现在是罚300万 七案并罚 那看起来一个案子 还80万都不到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 NCC对于这些遏制的媒体 事实上制造假新闻 假评论的媒体 那么事实上这个罚则实在是太轻了 那到底能不能收这个 整个他的嚇阻的效果 那第二个 周玉寇小姐她现在 虽然她的节目被关掉了 可是她仍然可以去 当这个来宾继续的评论 那我觉得 遏制的媒体人 就应该退出媒体 退出这些公共频道 那时候很多政论节目 用很多的时间来批评 来评论这个言宽恒的时候 也有很多到现在还没有办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国家机器 不应该看政党 看颜色来办案 不能说绿的你不能 或者是说你先选输了 你才来选择几个案子来办一办 好来给这个人民看 今天早上昨日过在节目上 她就说 今年开始她要改邪归正 不会再带坏社会的气氛 能这不受人 大家对她有期待吗 我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期待 那么而且我觉得这个社会 已经为她付出非常多的代价了 她现在改邪归正真的是为时已晚 看到网络温度计呢 现在最新的一个统计 在2022年10个大家最热议的政治新闻 大家你可以看到政治的十大新闻 你投给谁 欢迎在聊天室 来帮我投个票 好1到10 你把最热门 你最关注的话题 是哪一个在聊天室 帮我留下你的数字 好首先看到就是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 再来还有高虹案的助理费争议 还有共青找台 裴洛西访台湾 陈明通遭点名 以及新竹棒球场风波 还有18岁公民权的复决案 再来看到陈忠免制马桶片 徐巧新的违规停车案 以及大停电303 总共549万户的大停电 好我们来问问聊天室的大家 你觉得呢最热议的十大新闻 你把票投给谁最夯的话题 可能到现在都还在烧 包含了论文的部分 在2029回选举当中 从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 一路烧烧出了许多人 都是抄袭论文 那么针对前新竹市长 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 自称旅美教授翁达瑞指控 这述人于震煌似乎没有说实话 因为呢 虽然于震煌说 林志坚是抄袭他的论文 但是他说 从新的证据来看 文稿作者修改者 都另有取义人 并不是于震煌 不过针对这样的说法 时事评论黄明就分析了 这指控很明显就是带风向嘛 因为呢 他只是想要用 电脑上的修改者名称 并不是于震煌来反控抄袭 而这证据未免也太薄弱了 1月5号这个时间点是关键 陈明通的声明里面讲过 于震煌有一个论文研究大纲的初稿 而在2015年的12月28号 是林志坚也有一份档案 也有一份论文大纲的初稿 而于震煌是在1月5号 大概把这个东西完成 所以应该就是同一个档案 重点是这个档案 为什么会被翁达瑞拿到 谁给他的 谁会有这个档案 陈明通 余震煌 那不可能余震煌给他 还有啊 林志坚 我觉得今天 翁达瑞这一篇 真的就是带风向而已 那他说的那个 那个什么档案作者是谁 那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公版 那是一个台大论文的 范本档案 那个你从台大下载下来 他们社会科学院 就有一个范本 下载下来 那个作者是谁 你根本不知道是谁 所以呢 今天就算 而且你看他还故意抹黑 故意涂黑 你看很神秘 到时候搞不好里面 集中一个陈明通 而且老实说 他那里面的那些资料 然后他就说 你看 结果呢最后就算是余震煌 因为这是余震煌的论文啊 这是余震煌的论文出稿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他只是想要用电脑上面的 这个修改者的名字 不是余震煌 就说余震煌超别人 这太好笑了 这简直是一个 这个很没水准的带风向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